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应保护 因为奇人入关时 是从李自成手里得的天下 跟前朝没那么大的仇恨 二是称这妃子当年可不是善主 他的目动不得 乾隆似信非信 直到木门被挖开 乾隆轻到现场一看 门里面刻着八个大字 你不动我 我不动你 乾隆立即知道其中的分量 赶忙命人把土都盖回去 并在万寿山上盖一大庙镇住着不明的鬼魂 但是现在有太多人不信风水 也不忌讳风水 所以导致出现了很多事情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些事例 提醒各位朋友们 可以不信 但不能不敬 一 挖了镇水神兽 四川果然出事 风水界八字井言 你不动我 我不动你 可惜 四川的镇水神兽 却忘了在自己身上刻上这几个字 也因此给挖了镇水神兽 会发生什么事 留下了铁证 2013年年初 在成都市最中心的广场 修建四川大剧院的工地上 一尊神秘的石兽惊天出事 引起不小的轰动 经多位考古专家考察 其制作年代大致距今2000年 据说1973年的时候就发现它了 当时没有挖出来 就地继续埋着 终未躲过无坚不摧的开发商说话的年代 镇水神兽造型极蒙 局部试卷云土岸 当时好多人说 礼宾的镇水神兽挖不得 但官方说是迷信 什么镇水神兽 洗洗干净就搬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去了 可以看到神兽身体的一侧还曾被凿击 据蜀王本纪 华阳国志 蜀志等史料记载 秦朝的蜀守礼宾在修建都江宴时 命人打至五头石兽作为镇水石神 神兽被精确地以不同方式摆放在不同位置 构成神兽风水镇 压制水晶 犀牛传说中有分水的功能 礼宾修都江宴 以分水疏导为主 民将被一分为二 江里石兽也在另外空间帮忙分流 自古以来 神兽一直是影响风水的重要元素 下至大货人家的镇宅石狮 上至皇宫内的各种锐手 以及各类古建筑的瓦当屋檐 无处不见风水神兽的身影 挖了神兽会怎样 不到半年就有了应验 此时 成都人大呼快把神兽放回去 因为十多年没见过洪水的地方 全淹了 2013年7月8日以来的连续强降雨导致中国四川省90万人受灾 都江宴7月10日发生大面积山体坍塌及土石流 213国道3号大桥已经被淹没成了燕色湖 成都华远镇定江大桥 浦江县西来镇临溪河上的翻水桥等 那些曾经挺过汶川地震考验的大桥 在暴雨中相继垮塌 据统计 四川省境内十多座大桥在同一天垮掉 由于广汉境内宝城县铁路桥被冲垮 两节车厢掉进河里为最险 网友不断上传成都各处淹水的画面 有网友拍下成都中心区域 锦江望江公园三观塘段 照片中河水几乎要漫上河岸 水面离三观塘附近的核心半岛不到30厘米 网络上一张成都九眼桥下川隧道的图片显示 隧道口已成泽国 两辆黑色小轿车被水淹到只露出车顶 二 上海高架墙下的龙柱 四川官方有胆挖神兽 上海政府却乖乖地立上了高架桥唯一的龙柱 多数上海人及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上海的这根龙柱 支撑着上海最重要的东西巷与南北巷高架桥中心点 90年代中上海进行高架桥工程 1999年当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东西高架桥与南北高架桥交叉连接的界面时 作为高架桥主筑的基础地桩怎么也打不下去 翻阅数据上海属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 并无过分复杂的地层状况 参与工程的各大公司 一而再再而三地桩就是打不下 工程暂时停顿 一种说法在私下里悄悄传开 会不会是风水龙脉方面的问题 要不要请为风水先生或法师来看看呢 这种说法一出现 立即受到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弹 认为这简直是对技术专家的嘲弄 在科学空前发达的今天 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可上九天揽月 碰上一个工程难点就求神拜佛 岂不是对封建迷信低头 于是重新抖擞广邀各路技术精英 汇集到这一界面上啃硬骨头 领导亲自作证 人心奇 太山仪 必须要将主住的地桩打下去 保证整个工期不被延误 精英汇集各显神通之后 打不进的地桩依然打不进 就是勉强打进一部分 却远远不符合设计的标准和工程的要求 这一下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了 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主住住不起来 南北东西高架路就无法连接 整个工程也不可能按七玩具 实在没办法了 市领导经过一番暗访 亲自去捡上海某庙的一位老法师 老法师来到工地西纪查看后 闭目合掌 久久不语 过后老法师告诉市领导 那下面压着一条大鳄鱼筋 也有说是上海的龙脉的龙头所在 大钢钻正好钻在鳄鱼背上 所以钻不动 市领导急问 怎么办呢 老法师告诉市领导 除非做法事一动鳄鱼 市领导求老法师帮帮忙 开始老法师坚决不答应 说后果严重 后来架不住市领导反复苦苦哀求 老法师动了心 老法师焚香祷念一一行事 连坐七天法事 鳄鱼兽被解开咒服逃走 势必叮嘱某时某刻后即可打桩 然后一去不返 谁知如此这般之后 地桩竟然顺利打了下去 不偏不倚 完全符合设计标准 南北东西高架 严丝合缝 立交桥中心的大柱子 毫不费劲地立在地面 市领导兴高采烈地提着礼物 去感谢老法师 老法师面容憔悴地 求市领导答应他一件事 说自己放跑了鳄鱼 犯了天条 几天后会死去 他死后 求市领导一定要在那根大柱 刻上九条龙形 这样或许还能有所挽回 市领导答应了 几天之后 老法师便圆寂了 现在唯一能看到的痕迹 就是在界面处地桩上浇筑的 巨大的七根圆形支柱周身 围上了白杠 形成一个大柱 并装上了龙形纹饰 实际是九条张牙五爪的龙形 当地人称龙柱 有人说是作为 对幼柱打桩成功的 神明灵物的奇境 也有说是因为要包上龙 才能确保柱子不会倒下 法师做法的布置 只传数个领导和工程负责人 并再三吩咐灭而不宣 所以外人无从获知详情 这个故事在上海流传很广 曾有该工程某技术负责人 在报上辟谣说 全无此事 龙形的文是 纯为势容美观而装置的 但谁也不相信 这位工程技术负责人的说法 原因若纯粹是为了美化世荣 上海高架路有不下成百上千个支柱 无一例外都显露着水泥混凝土的本色 唯有南北和东西高架路相接触 夏宜筑庄以龙纹 并且是银底基纹的龙纹 这是风水灵异的铁证 三 鸟巢让位北顶娘娘庙 有好让地的 也有坚决不走的钉子户 北京的鸟巢边上 有一座北顶娘娘庙 原规划为拆迁建筑 2007年却成了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对象 依娘娘在政府面前做法 充分展现了强拆后的大恶果 令一般人惊魂不已 原来国家游泳中心开工后 拆庙也开始了 2004年8月27日下午3点钟 几个工人刚刚拆掉 北顶娘娘庙两扇庙门后 鸟巢附近就刮来了一阵 罕见的龙卷风 据北京记事报道 一股旋转的黑色风柱 在半空中席卷了整个游泳中心工地 风柱有七八米高 三四米粗 旋风夹着黄沙 将工地围栏的铁皮 卷起十几米高 把刚刚建好可抗七级锋利的 临时建筑物几乎全部摧毁 整个建设工地移为平地 现场陷入瘫痪状态 据气象专家称 在北京的气象资料中 没有过龙卷风的记载 尽管狂飙将整个体育场建设工地移为平地 但位于龙卷风袭击区顶的北顶娘娘庙却完好无损 大家都觉得非常神奇 也感到害怕 所有人都开始犯嘀咕 有许多人怕真的冒犯了神灵 赶紧离开了游泳中心工地不干了 但整体拆迁工作仍在继续 第二天 一个更离奇的消息从游泳中心传来 在游泳中心的施工现场 挖掘到一个巨大的洞穴 几名工人好奇地悄悄地往里面探了探 发现里面竟然全是火舌 施工立即停止了 就在施工的这一天 鸟巢和游泳中心晚上发生了不明原因的停电 大家在停电时眺望远方 发现北顶娘娘庙里却灯火通明 如同有万盏电灯那样 但是实际情况是 娘娘庙那儿根本就没有电灯 总工程师连夜召集大家开会研究 又根据风水专家建议 当局最终决定保留这座 具有文物价值的明朝娘娘庙 并拨款重新修复 为此 鸟巢在原规化的基础上 被迫向北移了100米 当局对外称之为 奥运文物保护的举措 还专门请海外记者参观 虽然后费了不少财力物力 但是后来的施工却比较顺利 就是说 今天看到了奥运鸟巢和游泳中心 这两座体育场并不是在最初决定的地方 而是在神明的指示下 向北移了100余米 4.北京五号地铁改线 北京有传说 北新桥有一口锁龙井 井底下就有一个海眼 何谓海眼 顾名思义 海眼就是沧海的眼睛 大地上有一个孔向是一眼睛 深不可测 水深潺潺 据说一直通到海底去了 这就是大海深到陆地上的眼睛 传说老龙王享水淹北京城 被刘伯温降服用大铁链子锁在了这口井里 刘伯温留下话 等桥救了就放老龙王出来 可人们并没有在这儿修桥 而是在这口井上盖了一座岳王庙 还把这地方取名叫北新桥 这下桥救不了了 所以老龙王就被永远地震在了井里 这口井就在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东北角 早前在北新桥十字路口东北角的一间旧庙 被改成了花殿 里面就真有一口井 据说就是当年的锁龙井 现在那里盖起了大华百货商场 盖商场时工人们把这口井给填埋了 井里的铁链子是不能动的 否则北京城就会被水淹 据说日本清华时 曾强迫老百姓拉过井里的铁链子 那铁链子没完没了就是拉不到头 拉着拉着 井下开始往上翻滚黑水 伴着轰隆隆的水声传来腥臭的味道 日本边也吓坏了 赶紧把铁链子放回井里盖上井盖再也不敢动了 这些风水密文 有人会觉得是胡说八道乱扯一通 但是我只想说 信风水不一定有用 不信风水很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风水和养生一样是一种安全意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